提供獎品其實蠻豐富的 所以我們最後會有一個票選 全數大概前五名的專案 獲得這樣的獎金 我們下午會再跟大家提醒說 你要怎麼樣去投票 那邊有個網頁 然後一個人補票 但是要有成果發表的專案 才可以參與投票 這樣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是自我介紹的時間 這邊有幾個小秘訣提點大家 第一個就是不要講大家好 希望大家一起來講大家好好不好